高以翔女友更新签名,你不在了,我会用另一种方式陪伴着你。 高以翔的女朋友Bella更新了社交账号的签名,写道,无论如何,我们终会向你,你依然是我不便的牵挂,心里有多么的忧伤,又有多么的爱恋,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。 两人本来都要订婚了,但生活却给了他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,一直陪在他身边的男孩子不在了,那个充满爱心,疼爱呵护自己的男人突然不在了。 对于女友是多么的痛苦,明明答应女友要结婚,而且也准备好了伴朗,但一切都化为乌云不复返了。 高以翔走了,给父母带来痛苦的故事,女友也会被家的伤痛,爱不在了,往后又要行单影之了,那种日子真的很难适应,一个在身边陪伴自己的男孩子突然的离去,会给女友带来怎样的打击,相信只有高以翔的女友知道,虽然你不在了,我会用另一种爱你的方式陪伴着你。 不管什么时候,我们终有一天会向你继续我们之间美好的故事。